比赛 赵江一队 黄雨昌 赵江一队 发球 比赛开始 0 别离 张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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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张 黄雨昌上来发球 发了一个这么高的 1 别离 刚刚说是不高不矮的 如果真的发一个高远 可能也会效果不错 撤 来啊 来啊 快 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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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会好球 王振行后场 镇守杀了个对角线 看着非常年轻的一个选手 王以强是93年出生的 还是已经算是这个中生代了 对对对 其实王以强从男子单打来看的话 除了上面陈龙以外 下面应该就是他们的几个年轻 应该是中生代的运动员了 对是的 对 二十七八岁就是当打之年了 对 好球 王以强打了个变速 杀了个中路球直接得分 加油 王以强加油 王以强加油 七三 再来出来 加油王哥 机会好球 快 李翔那青少年的成绩还不错 他是拿到过这个 一零年的亚洲青年锦标赛的男单冠军 冠军 然后后来在这个成年比赛里面 就是最好的成绩就是在这个 也是黄金大奖赛这种级别赛事里夺冠 后来在像印度全英啊 这种高级别的赛事最好的成绩是进入四条 四条 好 当年在青年就是南京青奥会上他还是中国代表团的起手呢 哦 嗯 那个时候确实是很年轻 对 对 好球往前 好球往前 哇 王正新 王正新好 防守得真好 真好一直在救球 对 反正球不落地我就不停下来 对 王正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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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从现场来听这个队友给这个黄以强加油真的是非常清楚啊 是 没错 对 因为可能这次比赛受这个疫情影响也没有观众在 对 所以只有靠队友和一些工作人员 给场上的队友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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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好球 出现了 好球 出现了 对 王正新在场上还是非常敢打的 对 敢拼 对 他在去年还参加全国青年锦标赛 你想想他应该是非常年轻的 那真的是很年轻 而且他是现在等于单双打的还不是特别明确 就是也坚强就是在代表地方队的话呢 就是单双打坚强 打坚强 打坚强 其实像王正新现在这个年纪 单双没有任何问题的 对 对于他来说在体能上应该是不会有太多的一些顾虑 是的 对 没事王老加油 黄以翔 他还是 跟他接触的时候还是比较有点内向的一个球员 对 因为以前 我在打俱乐部代表浙江 赢江打俱乐部的时候 跟他一起 当这个队友的时候 他就是这种一个很不急不忙的一个选手 打球 在球场上也是这样的 也是这样 对 对 好球 你看这把变速还是挺厉害的 很厉害 对 镇守突击 对 加油 黄以翔 加油 黄以翔 加油 黄自新 加油 黄自新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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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局比分咬的还是很紧 帮忙 跳起来 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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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球 这个太多 对 感觉其实有点侧脚 对 对 这个这个往前压上的时候 稍微有点挫脚 这个 黄正琴在这场比赛开始的阶段 打的是比较的这个 出声牛都不怕虎 对 也很积极打的 对 轻一口 上手 一个难说 因为这个边线是没有这个固定在地上的摄像机的 对 他不像国际比赛 一些高级别的比赛当中都会有使用阴影 漂亮 往前那个铺球 非常紧 就是说这个直接的这个抢网的得分 比分是领先的8.7 哇 打了一拍追身了 这变数打得非常漂亮 对 不可小觑啊这名小将 是 而且在场上能看到自己给自己这个呐喊加油 尽可能的把这个积极性调动起来 很棒了 这空网 够长了 又放了 哇 出现了 哇 这空网空的真好 漂亮很漂亮 很漂亮 好漂亮 好漂亮 这空网空的真好 你看他步伐特别啊 非常有弹力啊 非常有弹性 非常有弹性 你看他主动的空网 给自己制造了这个很多的这个机会 进攻的机会 而且让对手失误的机会 哇 一个球球 最球推的不是很到位 但是黄雨翔也没把握住机会 好球 接发球的下动作 这里制造了突击机会 强往 在下压跳 对球打的主动啊 嗯 接发球的这个变化还是带来了一定的主动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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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呐 都粘起来喊了 对 刚才都穿着外套了 现在感觉场上 他们喊的很热了 全都穿了运动服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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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网 哇 这个球高级 好球好球 滚网啊 滚网球 对滚网球 滚网球 加油 滚网球 加油 滚网球 加油 加油 冲ente堂 裁判非常坚决 还不换 一个特别内向的球员 一般在这种比赛当中 裁判不允许换球的机会 一般很少 换球了 可能也是跟体力上面有一定的关系 黄宇祥是昨天打半决赛的 这个王正行事等于是被血藏了 没有等到他上场的机会 昨天半决赛黄宇祥是一单 所以他要打 虽然双方都是3比0获得的胜利 而且这个球好像打的41分钟还好 他是以41分钟战胜了李浩哥 毕竟他是属于连续作战 男子球员呢 是可以这个 就是说你可以抱单打也可以抱双打 但是在同一场 团体比赛里不能奸相 是的 但是女子呢就可以奸一次啊 但是呢他两场不能连续作战 为保护女人的健康 其实这个团体赛 不管是作为第三单打 还是作为第二双打 他这个上和不上 其实都是有利有弊的 对 其实你上场打就是像前面你说的 就是也会多少会消耗一点体能精力 会担心第二天 有没有更充沛的这个体能跟精力 但是有时候你上不了 不上场吧 感觉今天也没有去碰球 也没有去适应这个更好的一个场地的一个灯光啊 或者是这些 心里合不胎 对对 都会有利有弊 就一般像我们出去打这种团体赛 如果是真正是打了前面三比零就收了 那作为第二双打 或者是第三代打 肯定要到边上的训练馆 去碰碰球 去适应一下 然后来正好地准备后天的比赛 那他训练的那个强度跟比赛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的 还有一个你训练的场馆跟比赛 那灯光啊各个方面适应的时候 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 一个节奏 十三平了 嗯 十三平了 十三平了 十三平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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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这个球球球没有过 没有过 大部分时间都是小将在领先 是 直接 判断很准 想要是一个揭开的主动变化 但是这个球没有困难 我们先加油 我们先加油 但是之所以说小将 就是说他在一些大的大型比赛 他这个经验少一点 到了关键比分上面 可能会影响心态的这种比分上面 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失误的机会就多了 但是现在来看这个王正行打得非常好 嗯 很敢打 好球 就起来 王正行 哇 第三个 OK 还是相当的强势 是细算下压 加油 加油 这一球是冲犯一拍 然后 对 再接着第三拍 直线 再接着第三拍 从饼位的滑板直线 黄正行 从体型来看也是很瘦 其实连续的进攻对于黄以祥的体力消耗有一定的影响 所以他也是通过这种用脚擦汗的方式呢 缓一缓 调整一下呼吸主要 还差一分14比15 好球 回放 好球 转直线 缓击了 漂亮 勾一个 放了 你看这个体力好 漂亮 这个不是很到位 但是效果还不错 对 哎呀 第二次再次杀追身 哎 连续杀了两个对手 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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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子打得真的挺好的 是 嗯 杀追身的是在这个 羽毛球比赛里边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目标点啊 就是平常训练的时候呢 你这个球如果能够打到对方很难受的位置 你就至少就算他接到这个球回过来了也不会有太高的质量 嗯 为你下一次进攻做好很好的铺垫 揭发抢中 最推出的一个得分球 16比15 王正行再次反超 加油 加油 好激烈 好激烈 一定要配的像是团体决赛 比分一直摇得很激烈 对 不像前两场单打都是有一个四五分甚至五六分的一个差距 对 对对对 球 回放 哇 漂亮 比方的质量很高 非常很高 他现在心态没有波动 对 对 那你能够把动作做出来 对 而且你看王正行这个往前的点抢的还是非常高 对 这球太好了 对 很漂亮 打的真精彩 嗯 打的真精彩 球 机会 对 加油 姐妹吧 出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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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界很多 加油 加油 出界很多 出界很多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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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比15 哇 好球 变速的下压 哇 漂亮 有个头顶 对 头顶点对角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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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界比赛 双方 往前相当细 对 这个小朋友 往前真的很好 技术非常好 对 你开挥棒 争手了一个突击对角线 通过库王给自己制造了这么多的进攻机会 非常 好球 这个进攻成功率也挺高的 这个张江蕾一直给他 呐喊加油点赞 对点赞的意思 没勾过去 没勾过去 又取点了 取点了 他这个往前的小球技术 真的是太高了 基本上都是贴着往过去的 对 这跟他平时训练当中 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对于这场比赛 因为我就说 你第五场能不能上 确实是一个问题 看来他是准备的 特别充分了 对 非常充分 就特别兴奋的 把自己状态调整到要上了 对 这种团队赛其实打到最后 有些队员是非常渴望上场的 因为他想去展现 想去表现一下自己的一些 能力 比如说能力 或者是前段训练的成果 对 他是非常想的 特别渴望 但是作为教练来说 他肯定是更希望前面三场 就已经比赛结束了 踏实了 大家都踏实了 对 这样王正行的 如果这个第二局 王正行还能继续保持 这个一个状态 和这一个场上的速度的话 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好 走 上 王二虎 加油 王一虎 加油 王三虎 加油 王三虎 加油 王四虎 上 加油 冲 王振平这种往前的护法 还是点强的 真的是很高 很积极 因为你往前的点如果抢高的话 这个黄以强就不敢乱动了 你不知道我是放网还是勾对角还是推底线 机会 王振平 好像强攻 王振平 强攻确实也是比较消耗体力 你看从出汗的程度上来看 就感觉黄以强消耗的比方很新 更累一点 对 但是我推算 因为网上没有王振平 他还太年轻了 没有他的资料 所以就是 居然是还参加这个青少年组的比赛 他应该至少跟黄以强有七八岁的差距 对 将近十岁 对 搞不好将近十岁的差距 所以这个比赛打得很巧 然后在体力上面 就是感觉他还用得更少一点 更少一点 对 铁门上他肯定是 现在赚绝对的优势了 对 好球 放王 机会 哇 漂亮 就是感觉王振平 虽然年龄不是那么大 但是他的技战术 就是战术很明确 嗯 抢住往前 然后后场打变数进攻 而且进攻的落点变化也是非常多的 比赛的作风特别好 是 嗯 嗯 就速度不如王振兴快 快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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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伙子真的让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是 这个有点一战成名的意思 我觉得等到明年全会的时候 他应该会有更好的一个表现吧 嗯 对 这小伙子 抱急那一个阵手杀大对角剑 王振平 王振平 这个对角啊 真的是也是杀的点非常的尖 嗯 突击打压头顶的直线 去向了死角 又是通过控网 给自己制造了机会 对 很有效率 这个办法到现在为止 一直都是很有效率 很有效的 一直在得分 对 他这个确实是上手的放网 黄雨翔觉得特别不适应 对 但我觉得也是确实跟黄雨翔 体能消耗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对 你越不适应 你就会越有多余的移动 你越多余移动 你越要消耗的多 加上昨天打这个衣丹啊 确实这个 体能的消耗 对 王正行 他是休息的 一意待劳 也没有人是需要出现的 一个抢满多分 王正行 王正行 救员 大球 二 六 二 七 三 跟进 黄医生 这个铺网 真是把全身的这个重心都压过去了 好球 还是控网 还是控网 对 都不用再进攻了 就是靠控网就直接得分了 对 我今天在控网的这项技术上面 我觉得这个小匠 明显做得比黄医生好 更好 对 因为他总能够去上手 提前上手 嗯 这样黄医生这种球 完全可以先挡进去 嗯 凭抽挡 机会 机会 好球 连续的举拍 很漂亮 哇 越战越勇的感觉 加油 黄珊贤 加油 黄珊贤 加油 冲赤 加油 劲赤 加油 说明显 带我真正往的 真正往的 好 浙江队的队友也是在给黄雨翔加油 没问题啊 稳住稳住 大对角 还有机会来到往前 但是他这个确实大对角的移动 这种重杀如果是说杀不死的话 确实他这个对角线的移动上网 对 很容易出现漏洞 这个是挑球弹底线不到位 看一看还在坚持啊 他现在就说对对手的这个控网 可能还是不是很适应 错一个高质量的球 天内 哎呀漂亮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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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怎么说就是你要对对手的这个往前技术 有一个比较充分的准备可能会好一点 是的 就是你不要在这个往前给他太多的机会 不管他是说上手还是说这个戳球 下手的这种戳球都是要这个控网 没有那么高成功率就会好一点 比赛 你一个 你一个 你啥 你一个 你啥 走 走 你看这几次就是他有准备了 对 黄晓翔就是说他对这个往前的这种 对方的高质量的这种搓球啊 或者是放网啊 他都有准备了 所以你看他步子跟进得很快 对 黄晓鲜 加油 网口上的优势不能失啊 对 8比9还差一分 好球 放网 再来 再挡网 接外了 黄晓鲜还是又把这个优势给夺回去了 对 黄晓翔差一点把比分追平的情况下还是稳住 接着到目前为止呢 因为这个黄晓鲜先拿一局啊 他这个在第二局始终如果保持比分上的 哪怕是些微的领先 他的这个心理优势就在 是的 但是那个年轻小将往往就是说 当他真的就是有机会击败国家队的这个 现役的主打球员的时候 他可能会出现一些凌乱 是 对 等待这种时候 哇 漂亮 哇 真拼呢 黄晓翔真的也是拼了 对 自己越救手 对 很多这种经验 就是他确实能够很快能够这个糖分变成热量 对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先 主要还是以补水为主 一些运动一秒 但是如果说确实打了第三局 大幅度的一些比如说能量消耗的话 体力消耗的话 会使用香蕉来补充一些体力 这个能量的 嗯 哇 没有过 还好没有过 黄晓翔在这个往前看了半天 你这比赛得打到激烈到什么程度 等了半天啊 对 对 黄晓翔加油 防网 要点多往前 出现 再放 好球 出现了 嗯 判断很准确啊 嗯 其实这场比赛真的就是主流基调就是在网口上的争夺 对 嗯 这个王正行这名小将对于这个控网技术使用的确实是 嗯 出神入化 嗯 对啊 啊 这个球 加油 王虾 加油 王虾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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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比十二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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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大陈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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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控制底线稍微弱一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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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边点 行 好球 球 四 十一 二 二 二 五 三 二 二 五 用手的推球 回球不错 机会 哇一个收掉了 哇 又打得出神如化了 其实你仔细想想 这王正行他并没有说多少这么杀 是的 对在这场比赛里边他的这个变化很多 很多很多很多 很积极你看他的点抢得很高 对 我掉也可以 我杀也可以 对 直线对角线都可以 你看张之导都快从椅子上站起来了 站起来了 回放好球直线 对 推角 推角 又是靠抽 对 没办法 这是运气 对 运气球 王一强的运气球 加油 加油 这场比赛好精彩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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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这是比赛 李王球好看也是在这里 但是真的就是说这个专业选手 他的比赛的这个强度太大了 嗯 我每次都是带着这个极为欣赏和崇拜的眼神啊 就看这个这个顶尖选手的比赛 是 包括这个徐晨当年在场上的这个风采 其实打混双对于一个男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对 当然 虽然如果说你要跟单打比起来 确实是没有他们跑动面积那么大 对 但是真的要打起来的话 他也是非常新鲜 对 而且我觉得你跟马进的配合 确实是非常的这个 也很默契 包括有的时候 真的是相互照顾 其实马进他 对 互相照顾 因为他往前是非常快嘛 往前非常快 更多的也是通过往前在发街发 然后给我创造后场更多的进攻机会 对 但是你也在场上呢 就更多的保护面积 保护比他应该要大 对 保护 对 保护 对 保护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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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毅翔也好拼啊 很遗憾 这一分没有拿到 还有假动作 他是往前的技术使用 黄毅翔连续的愉悦揪球 已经很快了 很快了 为什么要四点移动 但是当你这种结合 先是一个转身的对角线 然后又是横向的移动 因为羽毛球它不仅只有前后的移动 还有左右的移动 还有一个交叉的移动 对 对 出界了 太平了 黄毅翔这个推球太平了 没有过头 黄毅翔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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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对于单打的话 他这个要求 推球一定有一个弧度 要过头 对 太平的话就肯定很容易出界了 好球 漂亮 来追身 追身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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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毅翔 加油 黄毅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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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又是反拍的一个全网 对 其实这个球大家看还是黄毅翔这个推球还是太平了 没过头 对 你看 今天整体看这个在王口的这个争夺上面 黄毅翔是下锋 对 今天是下锋 嗯 好球 对 你这种球 你这种球 你给他 他就很容易被他抓到 是 18比15 戒内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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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上正拍 回错之后拨了一个 对 华尔强的判断还是非常准确的 拨了一个底线 他必须得让这个球翻过去 是 不容易 这也是要技术的 让他回放 再回放 哇 怎么认识输了 对 就是不愿意起球 对 两个人都不愿意起球 都不愿意起球 你看往前 两个人都是在这中处上 对 都在往前 这样其实说打得多了也有失误 是 王正弦之前在大部分的这种 在墙网或这个网上的争夺当中 他是得分多的 对 得分多的 还有一分的分差吧 17比18 十八平了 比赛经验要来了 比赛经验在比赛当中的 这个作用就出来了 浙江队被冠军了 这是队友 因为现场没有观众啊 但是队友的呼声是如此的 这么给力 对 好 好 好 走 其实王一场 这个球抓到机会了 19比18 马上就是冠军点了 洗尘 对 还是挺紧张的呀 非常紧张 非常激烈 对 这时候 这个教练演员的 心脏都快跳出来了 对 非常紧张的 其实看球的人会更紧张 对 是 场下的教练和队员 是 发了个后场 抓住了几分 好球 啊 也失误手软了 也手软了 像这种球 这个王正弦 他在之前都不会有 不会失误的 对 对 都会打放进去的 对 会有一定的想法 对 没错 加油 加油 龚承铭就看这一场了 能不能一战承铭 现在大部分时间 都在领先的 领先 对 对 这个比赛就是很难 其实人的思路 就是脑子里面 会一直都有各种想法 对 因为这个体育比赛 就是看各种 各个层面的一些较量 是 人的素质 各个层面的一些较量 19比19 黄启祥发球 黄启祥发球 我没打死 看看能不能耐心 还是空网 空网 后场 这底线 两人都打得还挺有耐心的 棒 漂亮 哇 又下了个追身 好的 黄启祥的局点 这个局面可能就会发生逆转了 这是 首先要把这一局拿下 把这比分带到这个决胜局 加油 这场比赛真的是值回票价 这个团体 团体比赛要打到五场 把每场还要打到极致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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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祐哥 加油 加油 抓住了吗 戒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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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敢打 对 對 絕不手軟 對 現場的人都坐不住了 確實是我手心裡都是汗 哇 接美接美 真棒 真棒 非常棒 加油 這左手的爆發力非常好 對 都要敢打 做一名職業運動員是非常地不容易 狹路相逢 勇者勝 這個時候不僅僅是體力上 哇 漂亮 還有心智上的較量 王宇強再次來到第二局的局點 就會有鏡頭給到浙江北 這個王毅律和曾思維 真的是 剛才打球的時候沒出汗 對 沒出汗 基本上我感覺打球的時候 都沒有這麼興奮 對 是 給隊友加油 還是非常那麼 真的是給力的 喘不過氣來的感覺 如果這次比賽 不受到疫情影響 再有一些觀眾的話 估計氛圍會更好 嗯 拿下了 嗯 拿下了 拿下了 最後這兩個球 方毅強 接 來 決算局 加油 快打 停 快打 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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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王正行往前击一遍 失误了几个 但是他真的还是还是很敢回放的 好球 感觉打到第三局 这个王正行速度一点没有放慢的节奏 还能保持那个节奏 没错 他就是年轻 真的是年轻 对 一直还是保持一个很强势的一个优势 在这个第二局的尾声阶段 确实他的心态出现了一点波动 给了这个王以强机会 手有点软了 有想法 手 推压 放网 过度 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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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讲来说就是不要让对手把底线拉得太开 对 你要是拉太开的话就是追起来就比较困难 所以开局很重要 对 小心啊 很拼 这个黄远翔打球 他就是从这些 这么多的渔业救球来看 也就是说他还是对对手的球路 还是不是很熟 所以他有很多的这种 大范围的转体移动 还有一个可能确实回球的质量 不是特别高 谢谢 3 1 这也就是属于造成了一个推球的弧度不够 好球 可惜接外了 好 是 黄泉昕 加油 追一点点 就是一个球头 一个球头 对 对 手球 黄远翔举拍慢了 没错 因为这个杨正行 基本上都是采用中路 你看 他中路都快节奏 你看 对 黄远翔举拍慢了 对 他这个推拍一直都是 就是这么 其实就是中路球 就是速度快 对 频率高 好球 好球 哇 漂亮 精彩 回放 机会来了 直线 掉一拍 不错 哇 漂亮 漂亮 界内 漂亮 漂亮 这球打得真的好有章法 对 对 把这个平生的训练所夺 今天这场球都表现出来了 王继琴可以看小队员的 加油 目的性还是非常明确的 对 出球很明确 确实是 很明确 再说很明确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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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吧 谢谢 这球真的 他要是能够保持这样的水平的话 前途不可限量 嗯 因为我觉得他不是说一味的强弓型的选手 这场比赛者他并不是说靠那种很用力的突击 或者是使用那种蛮劲的 对 是的 打得非常巧 对 出球的目的性也很清楚 往前也抢得很快 嗯 而且技术也不错 对 你用想法你抢往控往 你做不到也不行 对 没的机会也不行 对角好球 你看 直到有这种机会 他就属于他前面那个铺垫到位了以后 他的进攻和突击的成功率非常高 非常高了 嗯 加油 正派的P对角 都没有拳胖位的起跳 这高度刚刚好就可以了 加油 猫猫 加油 翔哥 失误 3比7 好 尹翔之后一分 不要打死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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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志导的意思就是不要着急一下子打死 这个还是要耐心一点 用不着这个几拍就结束战斗 加油 郑志寅 在体力上面感觉这个王正行 他确实是储备比黄尹翔要多一点 没有必要打得很着急 这开局的优势王正行还是比较明显的 嗯 五分的优势 好 漂亮 漂亮 好 漂亮 张志寅 有点刷锥脚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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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之前那个刷锥身还是 影响了这个 王正行的接球效果 漂亮 王正行 王正行 你给我写了 有 报 球 点上直线 瞧起来 准备放手 嗯 撤 撤 我说在往前的控制上就保持着下压 黄尹翔也是在这分当中 那个往前的球质量更高的 这个推啊 推的确实是同一位置 而是还没有推出弧度来 对 也是怪这个王正行自己的这个选择 但是他觉得可能 头顶位是一个比较难处理的位置 比分的分差锁到三分 五比八 球 速度很快 嗯 啊 打网高了 嗯 没事 哇 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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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黄尹翔应该说是没抓住机会啊 对对对 其实这王正行的球已经是有几个挡的 比较不是很好 对 回球质量已经不到位了 对对 黄尹翔就是站位偏后还是 对 他整体来讲站位偏后 所以他那个往前的去抓机会的能力不是很多 体现的不是很强 应该说在这场比赛里 继续比赛 9比5 这球费劲了 这球就 嗯 对 救回来的可能性就不大了 对 赵尔 加油 汪霞 加油 汪霞 加油 汪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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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这种球 叶宜选手能够救回来就不错了 对对对对 但是在这个职业赛场上面 你要去转身 打这种球的话 一定会给对方留下进攻的机会 突击一拍上网 第二拍 嗯 还是用中路球比速度 哦 评抽档 换一个方向 跳起来 哇 漂亮 就有点双打的感觉了 就被动防守抽对角 对 双打就是经常靠这种方式来摆脱 是 这一球的节奏也挺像双打的 就是前面抽挡中 前面先是抽挡平抽挡 对 最后一个对角现在变现 那刚才我们也说了 就王正行还是在对领下负责双打 也对 也会奸向 所以你看他 说明他还是有双打的基础的 有双打的基础 对 就是双打的思维方式 对 所以这也是可能他控网啊 什么的能力比较强的原因 对对对 但是再加上年轻体力也不错 所以整体执行的还是挺好的 因为这种面部高度的推球其实挺的 现在这个格嘉队的这个男单还是挺缺人才的 因为林单已经正式退役了 这个对陈龙也是 现在他扛大鞋的就是陈龙 对就是陈龙还有树雨琪 树雨琪现在有一点就是状态不明朗 因为去年受伤以后他还在恢复 而且树雨琪也会参加这个全国锦标赛的单向赛 也正好可以看看他的这个恢复的状态怎么样 那还是有一定的未知数的 其实从南单目前角度来看 这两位球员像陈龙就不用说了 大家应该很清楚了 无非可能更多关心的 也就是他的这个伤病的情况 还有一个年龄主要是年龄的情况 对对对对 因为他今年已经是32岁了 没错 明年如果是公交一回来就已经33岁了 没错没错 对 因为要是有这个新人冒头的话将会是被大家特别的格外关注的 对 我还是希望他们两位运动员能尽可能的避免这种伤病 尽可能的先保持正常的一个基础的一个训练 对 这样的有一个基础训练的一个保障 才能更好的去参加这个比赛 对 羽毛球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是一个强度要求非常高的一个运动项目 在这个体能方面 所以说这个年龄的增长 对于运动员来说 它是一个没有办法更改的自然规律 对 所以确实是有的时候你的心在非常的热爱 非常还有这个激情 很想再去打 很想再去打 但是可能就是在体力身体的那个条件方面 已经不允许了 对 好球 这是一场网的得分 这是交换场地之后 想象王正行的第一次得分 也是通过网口上的这个争夺 坐在场面的张志导 一直给他鼓掌 嗯 加油 机会 真是有变速的能力啊 把握到机会来 你还是非常好的 对 机球点还有机球的声音 你看这简直就是质地有声 不容置疑啊 非常快速度 加油 看什么 右手就抢了 看了 看了 黄宇翔要小心他的正手 因为正常情况下你的对手 就是右手其派的球员多 但他无论是在往前 还是在后场的底线 他都送到对方的正手位 对 延续两分 延续两分 这个时候我觉得黄宇翔 应该考虑一下 多往后场打一点 对 因为这个王振行 往前的重心越来越靠前了 对 而且多用用对角线 对 单位很靠前 好球 点杀得分 黄宇翔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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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宝姐 好球 好球 漂亮 黄宇翔 加油 这有一个假定做的帮忙 黄宇翔 加油 黄宇翔 加油 其实对于黄宇翔来说 并不是说完全没有机会 这个分差还是比较小的 而且他只要持续保持着 给对手心理施压 就像会出现第二局的尾声 那个阶段 对 其实第二局大部分的时间 还是要能行出一个 小比分的一个领袭 对 对 对 但是最后就是说 你只要始终这个 就像小伙温顿啊 就是虚着 你就一直会给他这种压力 好球 好球 漂亮 推得好到位啊 非常边线 真的是 很敢推啊 对 黄宇翔 加油 这场比赛我觉得回去可以 做一个经典的那个录像保存 对 保存 确实打得很好 当然希望他以后在职业生涯中 有更多精彩的这种表现啊 比这个还要好的表现 但是这 这场比赛 确实令人印象深刻 好球 就是一个 马上的一个 争抢 推护 推护 速度很快 像猛虎一样 坐 竹军 加油 大大小翔 选择 健康 第四位 继续契合 再坐 来 大家玩就行 大大小翔 一个弹王 对 机会 好球 越打越顺了 感觉 这个准分在这个阶段 一下子拉到7分了 对于黄远香来说 有点很快来了 对 这个追分就真的很快来了 就很难稳住了 他可能也觉得黄远香这个比赛 对 分担有点大 真的很难追了 这个优势可比第二局大多了 大多了对 差一分这个冠军点 不知道这王胜行拿下 如果最后一分的话 他们的队友会不会冲上去 有可能 对 你都替他们想着这个 庆祝动作了是吧 对 因为以往我们打的团体赛 团体赛不管是国内的 还是国际上的团体赛 因为氛围很重要 对 我们打完最会场的时候 都会冲上去拥抱这个队员的 对 还有六分的优势 13比19 黄远香 现在需要一个奇迹 完了 还有假冲冲 还有假冲冲 对 感觉打到现在的那种奇迹上 比人没有太大的问题 对 可能我感觉如果说一会儿 你知道再去打一场男双 可能问题就不太大 赛点也是冠军点 全国羽毛球锦标赛 男子团体的冠军点 现在湖南一队 上届比赛的季军得主 这个王正行 上次是没有参加的比赛 他一个新人 他也因为这次大部分是 这个湖南队是启用了他们的老人 但是这个今天的决赛阵容里 他是一个亮点 亮点 对 哇 黄远香已经是这个 有一点就泄气了 对 你看队友们都冲上去 哇 这上面的这些都不容易 不容易 对 财标也很兴奋啊